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姑娘 我劝你还是说了吧 这牢房的饭是尝过了的 真不想求个宿死啊 杀人偿命就是 我没什么可说的 刚拿你这趟命 我没法跟安郡王交差啊 咱们商量商量 我听安郡王说 你杀阎明只是为了偷东西 你这么个弱女子 费这么大劲偷个东西也不容易啊 我也不是非让你把这个东西交回来不可 你就告诉我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我照葫芦画瓢 拿个差不多的给安郡王一交差 皆大欢喜 锦绍卿果真是巧舌如簧 安郡王既不知我偷了什么 锦绍卿想要交差 大可随便找个什么堂塞过去 又何必多此一句 你还真偷了阎明的东西 之前安郡王跟我说的时候啊 我还不相信 阎明就是个书呆子 府上是有几副值钱的说话 但也不至于值钱到 能给他引来杀身之火 而且你在案发当夜 是没有机会 把这个东西拿出阎府的 我还以为安郡王弄错了 现在看来还真得拿到个东西 我才能交差了 说实话 我真想随便找个什么 就堂塞过去 但安郡王是谁啊 二郎神 也不知道怎么的 他就比别人堵一只眼睛 想把他糊弄过去 没你想那么容易 就说你吧 费那么大劲 又是挡血迹 又是藏凶器的 还不是被他给揪出来了 我知道你偷的东西 还藏在阎府呢 可我今天晚上 就得把这个审讯记录 给安郡王送过去 你也是聪明人啊 你想啊 我把记录给交了 安郡王把案子一结 你藏在阎府里的东西 就安全了 你想留给谁都随你啊 你只要告诉我 这是个什么样的东西 行吗 你说话可算数 你还真把东西 放在阎府了 王爷 长安城里龙蛇混杂 这姑娘如此清醒于人 在长安城实在是太危险了 卑芝是否该提醒她几分 毕竟凡人之心不可无啊 这话他父母说的 亲友说的 寻常路人也能说的 唯独宫门之人说不得 宫门人若要求百姓 自己日防夜防 时时处处谨小时累 那朝廷养我宫门之人 有何用呢 王爷息怒 卑职之作 王爷 楚姑娘验好了 你 你怎么知道这些话的 什么话 就你刚才说的 宫门人说不得 朝廷要你何用这些 这都是御面判官说的 你怎么知道的 你说的那位御面判官 也说过这样的话 对 就是他说的 你既然从来没有见过 这位御面判官 他说过什么话 你怎么知道 我听过很多关于他的事迹 这些话 都是他在勋结婚官的时候说的 那他的事迹 你又是从何处听说的 反正我就是知道 你还没告诉我 你是怎么知道这些话的 我也是听说的 验试结果如何 我验完了 不过有一点奇怪 王爷 你可以随我去看看吗 好 死者男 年三十有余 死因是心口被短剑射中 他的腿脚什么毛病都没有 脖脚是装出来的 我当时就应该看出来的 我就是太慌了 不愿你 他既有余害你 你识破与否 他都会对你下手 他的脖脚虽然是装出来的 但他身上确实有好些伤疤 最老的有五六年 最新的有一个来月 都是锐气伤 他应该是个经常跟人动刀动枪的人 他右手虎口上有很厚的茧子 从茧子的位置和形状上来看 应该是个经常使刀的人 不过有一样怪事 这个人他既常用右手 可又是左撇子 此话怎讲 他右手虎口的茧子 说明他是习惯用右手使刀的 他劫持我的时候也是用右手使刀 可是他写字磨出来的茧子却在左手上 也就是说他习惯用左手写字 右手使刀 左手闻右手武 这人也太奇怪了 我与万人之上有何差别 胡子 不就是胡子吗 属下周翰拜见秦公公 事情办妥了 差一步 肖锦鱼的侍卫长吴江 突然带人冒出来 把那女巫座给抢走了 你派去的人 跟肖锦鱼的人交手了 有 不过我们很小心 刻意瞒着招数 被秦的人也及时灭了口 那灭口后的尸体呢 姓周的 你现在是连屁股都不知道怎么擦了吗 公公放心 那人从来没和三法四衙门打过交道 小锦鱼认不出来的 你个猪脑子 公公息怒 我将愚钝 你不是愚钝 你是愚蠢哪 我问你 你派去的人 可又见到那石头坠子了 见到了 但 没拿到 找几个脑袋瓜子灵光的 务必盯紧那肖锦鱼 和西平公主的一举一动 凡有异动 尤其是那与石头坠子有关的动静 速速来吧 还有 回去把你这个嘴上的毛瓜干净了 让我看见一根 我就要你周下一条命 知道了 滚 师父 朱翰这个蠢货 不会把咱们牵连出来吧 公伯 给我定好了 是 他若是出身航武 那就不怪了 出身航武 寻常西武之人 自然是哪只手用的惯 便用哪只手持冰刃 但军中练兵不同 必须以右手持冰刃 盖无例外 所以左撇子进到军营后 就会被迫变成这样左手闻 右手舞的人 可是 我才刚到长安 也没得罪过什么当兵的呀 不是你得罪了他 是他盯上了你 盯上了我 我身上也没有什么钱啊 哦 我想起来了 什么 这个人劫持我的时候跟我说过 只要老老实跟他走 他就不杀我 他应该是看上我了 想抢我回去给他当媳妇 天色已经不早了 楚姑娘 你 哦 楚楚 你在长安科找到落脚之处了 还没有 我怕客栈又嫌我是个武座 本来想找个荒庙投诉的 可是你们这儿好像没有荒庙 再过小半个时辰 各访试都会关门 今日是我耽误你太多时辰了 你若愿意 可以暂住我三法司 也方便我就这几桩未结的案件 随时传你询问 住在三法司 三法司是衙门 也是我的住处 怎么 你夜里还有其他的安排吗 没有没有 我愿意 你要是不嫌弃的话 我可以给你家干活 我什么都能干的 绝对不会白吃白猪 楚姑娘请用茶 你是 奴婢是府里的侍女连翘 楚姑娘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吩咐 没有没有 你在这儿已经很多年了吗 是 那王爷的事你应该知道不少吧 姑娘想问什么 王爷他成亲了吗 王爷尚未娶妻 不应该啊 他这个年纪怎么会还没娶妻呢 在我们平了阵 他这个年纪的男子早就该当爹了呀 王爷还年轻 楚姑娘怎么样了 楚姑娘已经安顿好了 六桃园住的都是府上的侍卫 如果有什么情况 他们会立刻反应 他可曾向你打探府中情况 不曾 但是 楚姑娘向卑职打听了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你知道六扇门在哪儿吗 六扇门说的就是三法司啊 就 这儿 也不能这么说 六扇门呢 就是 雅鼠里当差的人 对雅府的戏诏 开玩笑的 不不不 我说的不是这个六扇门 是 有神博 有 玉面判官的六扇门 他在府中 要做什么 就让他做什么 他要什么东西 就给他什么 我倒要看看 他到底图什么 那他有新商人了吗 楚姑娘 为何如此关心王爷的亲事 我就是想不明白 像王爷这么好看的人 得是个什么样的女子 才能与他相配啊 最好能是个 双眼皮 高鼻梁的女子 这样 和王爷的相貌结合 生出来的孩子 一定特别好看 王爷的私事 奴婢可不敢妄议 不过 刚刚楚姑娘说的话 在长安女子口中 多半是用来谈论锦绍亲的 倒是嫌有这样 夸赞王爷的 那你们长安女子的眼光 可真奇怪 王爷多好看呀 对了 我还想问问 我能帮王爷 干点什么活吗 什么活都行 干活儿 干活儿 楚姑娘叮嘱卑职 给您拿一个 热滚滚的白水煮鸡的 我不 这个是让卑职 给您包了之后 在您的额头 伤口这儿滚一滚 能起到活血散鱼的作用 包一个吧 王爷 为什么您一直怀疑 楚姑娘来路不明 却还一再地让他厌尸呢 他身上 虽有颇多疑点 但是在当武座这件事上 他确实天赋一笔 他比寻常的武座 身上多了一股灵气 这种灵气 不是情学苦练就能换来的 卑职就听过这个 弹琴画画需要灵气 这个武座就是看一个人 他怎么死的 这有没有灵气 有什么区别 在寻常武座眼里 尸体就只是尸体 但是在他眼里 这些尸体 似乎都是活的 活的 他可以敢他们所敢 想他们所想 我此前 从未见过路数 如此奇特的武座 如果我现在对他 所有的疑虑 都只是一场误会 那自然最好 如若不然 我也愿意给他一个机会 重新走回正当 这个卑职相信 那景仪都歪成什么样的人了 那还不是给您 一手顿上正当 这什么意思啊 是向我滚蛋吗 是向我滚蛋吗 好啊 我累死累活忙到现在 宵尽了还不能出访回家 刚到你这儿你就这么对我 走走走 有公主府送来的点心 有公主府送来的点心 嗯 公主呢 这事儿现在有点麻烦 你说的那个书卷啊 还真就藏在盐府里 我已经找到了 可是等我拿着书卷回大理寺域 想再审那五鸡的时候 他就已经中毒死了 我找人验过了 是西域草屋头 西域草屋头 他一个在籍的舞姬 怎么会弄到这种剧毒草药 在谁家跳舞的时候弄到的 这是那书卷 这就是一卷 武宗朝奇闻异式的贤书 也明在旁边写了一堆 乱七八糟的批桌 好像是对着武宗皇帝的 幼子昌王很感兴趣 你说严明一个书生 不好好研究诗词歌赋 倒是学习武作研究去死人来了 严明 恐怕是在找人 找人 严明在找什么人 一个死人 应该说是一个下落不明的人 什么跟什么 这严明也是够险的 反正啊 杀严明的凶手已经伏法了 在圣上那儿 咱们横竖都有个交代 明天上朝的时候 有话好好说吧 我叫老爷子和薛先生 三番五次叮嘱你 让你多交朋友少数敌 我无意与任何人为敌 那就好 但若是与公理正义为敌 便是与我为敌 清德soci manipgie 这手刚碰了毒 叙手 我然后处给你留了饭 今天就在这里休息 明日一早 你去神厕军里探zyć 是否有一位年约三十 入午五年左右的下级军官 去向不明 神厕军 宦官的人又出幺蛾子了 今日从严府出来 就有乔庄的官军 易遇劫持楚姑娘 劫持不成 就用此物 将落王者灭口 这个剑醋 可不是一般铁匠铺 做得出来的 这是军契间 奴房署所产的剑醋 专供金姬军营所用 这是我方才 命人从奴房署拿来的 你是怀疑神策军里的人 劫持楚楚 你又查识 神策军中有这样一人 去向不明 那便不是怀疑了 钱字印四柱铜钱 五计 西域草无头 都与西南有关 王爷他这么在意 巫医大叔的坠子 到底是为什么呢 严明私下调查 先帝之子而被杀 杀他的五计 一被查到便糊涂自尽 王爷说他不是御面判官 可他为什么知道 那么多御面判官的事呢 严明这桩案子 没这么简单 有 你还人呢 出事了 出事了 二夫人 二夫人 没事吧 到底怎么了 老爷 老爷 老爷没劲了 好 走 二夫人 没事的 二夫人 不是我 真的不是我 是我 快去请夫人 快去 老爷 老爷 你醒醒啊 来人 来 王爷 怎么回事 全场安的鸡都飞来告状了吗 鸡它不是飞来的 是储姑娘买来的 他买鸡干什么 兵王爷 讲 兵部冯尚书府上送来一份附帖 附帖 冯介昨晚病逝了 冯尚书不是去西南巡查军物了吗 怎么就死了 你去吩咐管家 我先进宫一趟 回来就去丰富调研 是 王爷回来了 王爷 起来 你这是 养鸡啊 我昨晚累了个鸡窝 今早让联翘姑娘去买了这些鸡 我是用你给我的工钱买的 长安的鸡也太贵了 要是在我们平乐镇 这些钱 起码能买上几十只鸡呢 那吴将没告诉你 你在这里 不必担心吃饭的是吗 吴将军说了的 不过 我总不能在你这儿白吃白住吧 联翘姑娘说了 你这里有专门给你洗衣服做饭的人 不用我干 我又问了 你们这里没有养鸡 也没有种粮食 我看这里正好有空地 就帮你用起来了 等着我鸡养好了 天一暖和就能下蛋了 鸡生蛋 蛋生鸡 以长安的物价来算 能帮你挣不少钱呢 有劳你费心了 不费心 不费心 等过完冬天了 我就把后院的地整起来 种菜 种粮食 你还要在这里种菜 这么大一片地 只养鸡也太浪费了 只是我不知道 你们这儿适合种什么 要是在我们平乐镇 后院那块地的稻米 足够一大家子吃一整年的了 联翘 你去准备一套侍女的衣服 是 楚姑娘 这些 我们日后在谈 眼下有一件差事 不知你是否愿意 再为我走一趟 验尸的差事 是 愿意啊 当然愿意 不过 这一趟不是衙门的差事 只是帮我一个忙 你放心 不管是衙门的差事 还是你的差事 我都一样会好好的验 保证不会糊弄你 此次不能光明正大的验 也不能动用任何工具 而且 还要委屈你 扮作我的侍女 随我同去 是否也可以呢 扮成侍女 偷偷的呀 嗯 可是 我以前从没干过这样的差事 如果你觉得我行 那我就去 你一定可以 那这些稻米 你就帮我喂完吧 那这些稻米你就帮我喂完吧 我完全不做了 老师 但是你不管怎么办 你不怕的 老师 让他去 王爷 我第一次穿这样的衣裳 我穿成这样还怎么干活 你在此稍后 我一会儿来教你 手巾 手巾 这不就在你面前吗 你是侍女 我自己来拿 还要你做什么 双手呈给我 低头 太低了 抬起来先 王爷 我第三届颈骨 都快断了 起来 几股立直 将毛巾 托于双手掌骨上 手肘下沉微曲 腕骨 抬至于锁骨七平 锦骨第六七节立直 自第五节至第一节向前驱 微收合骨 让你动了吗 记住这个姿势了 记住了 每块骨头在哪儿我都记住了 放回去 哦 要回答是 是 左右手相迭 右腿后撤 然后蹲下 好 起来吧 放肆 你 你这儿怎么一点疤痕都没有啊 你们受过伤吗 什么伤 剑伤 长约两寸鱼 身可剑骨 伤育后还有一道细如墨线的疤 没有 难道真的不是鱼面八卦吗 你说什么 啊 没什么 不过 你身上好白啊 书上说的芙如宁枝 应该就是这个样子吧 够了 跟我走 好 伤下见过王爷 免礼 伤下姑姑 是来替母亲调烟的 是的 王爷这是 我也是来调烟冯尚书的 那伤下就先行告退了 王爷 刚才我是不是漏线了呀 是 那怎么办啊 无妨 好 这里路线不要紧 进去之后 按照我的吩咐来做就行 井阁老 好 薛翰林 井绍青到 井阁老 先生 进入冯府之后 我会去灵堂进香 我直香在林前拜过之后 就会把香转递给你 你就借着把香插进香楼的机会 去看冯界的尸体 就只能看这一眼 如果只看这一眼 就能断出死因 那就只看一眼 要是不能呢 姑娘 我来吧 姑娘 我来吧 快来 快来人吧 快来人吧 快收拾 来快起来 各位大人 请移步偏庭休息 冯夫人 这宋人 穿痕 姑娘 夫人你快看 你 你干什么 这香辉都见到 红尚书身上了 这兽衣不能穿了 你 你这是干什么 香辉落在兽衣上 是亡魂在喊冤的 这太不吉利了 得赶紧换下来 什么冤不冤的 你胡说八道什么 你不要无名我们家老爷 胡说什么 还不赶紧向冯夫人赔罪 我没有胡说 还顶嘴 王爷 他确实没有胡说 我也听说过 冯夫人 我劝你还是赶紧 给冯尚书换一身吧 我们是不信 万一让哪个信的桥件 传扬出去 不也有损 冯尚书的名声吗 这 掌柜的 西南那边来新货了 给我吧 对了 景哥老那边催货几次了 他的货 你尽快照单李清包裹好 给他送去 是 老爷去得突然 一切准备的仓促 不周指出 还望各位大人海涵呢 冯尚书是何日返京的 不知甚染何急 竟去得这么突然 就在昨日城门关闭之前 老爷一进城 便去参加几位同僚 给他设的接风宴 一路牢断 又多饮了几倍 这便勾出了恶技 这人上了年纪 身子就马虎不得了 薛汉林说得是啊 我们夫人也经常这样刀念老爷 可是老爷总是忙于公务 把夫人的话当耳旁疯了 我记得冯尚书没有公子 但是有三位千金吧 怎么方才一位都没有见到 三位姑爷在境外围观 三位小姐随姑爷外任 老爷去得突然 怕是要等到出殡之日 他们才能赶回来 那二夫人呢 老爷去西南巡视 离家日久 刚一回来就突然故去 二夫人悲伤过度 病倒了 不便见客 死者仪仪好好劝劝吧 是 小人告退 公主 奴婢离开冯府前遇上王爷了 锦鱼去冯府吊咽了 是 他自己一个人去的吗 王爷还带着一个姑娘 奴婢打听了一下 是个武座 这个锦鱼 带着一个武座 让冯府吊咽了 你在去趟三法司 您跟锦鱼说 我有鼎鼎要紧的事情要见他 他要是不过来见我 我就去见他 是 公宋安郡王 薛汉林 刚才领堂上闹的是哪一处啊 只是心有疑虑 想要看清楚 有何不妥吗 尚未调查明白 真是愈发胡闹了 如果让圣上知道该如何是好 请于公宋先生 公宋景阁老 景少卿 安郡王要是得空的话 就近到我府上用盾便饭再走吧 哎哟 爹 你给打住吧 安郡王去咱们家 娘又要给他介绍姑娘 哎哟 你给饶了我吧 你娘给安郡王介绍姑娘 有你什么事 有我什么事 城门失火 殃鸡吃鱼啊 爹 哎呀 这 景阁老 近日三法司所事繁多 晚辈便不去府上叨扰了 改日亲自登门去探望伯母 不过 有件公务要与锦衣谈谈 景阁老可否让锦衣随我回去 也好 好好跟着安郡王办柴 不然的话我回去告诉你娘 景阁老放心吧 告辞了 就知道狗猪 双天健在 你就知足吧 王爷 刚才真的吓死我了 我以为肯定要露馅了呢 你们还真去验尸啊 啊 景大人不知道啊 那你为什么那样帮我呀 从来不搭理这些红白喜事的安郡王 带了个武座去吊咽 这不明摆着呢嘛 黄鼠狼给击败你 黄鼠狼 我就是打了一个不恰当的比方 楚楚 刚才匆匆一验 可看出些什么 嗯 是有一点 哎 等一下 这都已经到午饭的时辰了 楚楚 你饿不饿 是有一点饿 早晨光顾着胃机 忘记我位子挤了 王爷 看在我和楚楚 如此舍命陪君子的份上 你不应该好好请我们吃一顿吗 不用不用 我身体很好 饿一会不要紧哪 这怎么可以 人在挨饿的时候脑子不灵光的 容易忘事 思考问题还容易出错 你是武座 你不应该比我更清楚吗 好 边吃边说吧 想吃什么 景少卿 快起 快起 这位是 这位是三法司的安郡王 小人如归楼掌柜许如归 后见安郡王 免礼 谢安郡王 老规许 酱烧乳鸽 泥鱼汁 还有香烤羊类条 记住 一定要小羔羊 千万别烤过了火 多给我来份蘸料 我最喜欢你家胡人厨子的蘸料了 请少卿放心 都记下 安郡王初次光临 可需小人为您介绍几道 本店的招牌菜式 不必了 我要一份花兰鸡 酸汤鱼 还有凉拌鱼青草 王爷怎么点的都是乾州菜啊 王爷 你也太会点了 鱼腥草这东西 长安口多见 只有如归搂友 安郡王点的这三道菜 都是地道的乾州菜 正巧小人店里有一位 乾州籍的厨子 虽然不敢称厨艺精湛 但这地道的乾州味道 还是能做出几分的 安郡王 景少卿 请稍候 饭菜马上就到了 等等 给这位姑娘添一杯茶 恕小人眼镯 怠慢了姑娘 不闷不闷 坐吧 这个人长得好奇怪啊 小人告退 你是这儿的常客 常客倒算不上啊 这儿东西好吃贵好吃 但是特别贵 要是没人给我宰的话 我可舍不得 冯介的事你也知道了吧 陛下 臣一早就接到冯府的附帖 已去冯府吊宴过了 冯尚书溥一回京 便撒手人寰 冯府没有丝毫准备 臣去时还颇为忙乱 让人看着心里实在不是滋味啊 冯府没有丝毫 冯府没有丝毫准备 朕何尝不是措手不及啊 冯介一去 兵部这个大摊子得有人来接啊 陛下说得是 说得轻巧 结 谁结 朕自登基以来 终日丹京节律 肃兴业魅 朝上朝下都是在想方设法 过大唐江山 赴我大唐盛世 选任贤能何其重要 选任一个三品尚书 那是一拍脑袋就能解决的事吗 逢戒才武师出头 身子骨恨不得比武官还要硬了 怎么忽然说不行就不行了呢 臣听冯府的管家说 冯尚书此行西南奔波劳顿 又在接封宴上多饮了几杯 不慎勾起恶极 才促然辞逝的 什么 喝酒喝死的 安郡王 靖少青 姑娘 三万请慢用 要是有什么需要 尽管吩咐下人 下人告退 怎么 这些菜不合你胃口 不是 就是觉得这个掌柜长得 没什么 今日你辛苦了 吃吧 王爷 你也喜欢吃前舟菜吗 从没有吃过 我兄长是驻房西南的武将 从前听他说起过这几道前舟菜 前舟距离长安有千里之遥 你起码走了一个多月 很久没有吃过家乡菜了吧 你是为我点的 请你二人吃饭 自然是为你二人点菜 可是 王爷 我还没能验出死因呢 不要紧 先垫点肚子吧 来 碗给我 谢谢王爷 谢谢王爷 他前舟级的身份应该不假 楚楚 这前舟菜做得可地道 地道 特别地道 你吃得惯就好 慢慢吃 不必客气 谢谢王爷 你刚刚在冯府灵堂 可有什么发现 冯介胸前有很明显的伤处 不过那一处不是害人的伤 是救人的伤 救人 如何救 我能跟你比划一下吗 你就当冯介 我当那个救他的人 好 你干什么 我在跟你比划呢 这会儿冯尚书已经死了 所以你得全身放松 闭着眼睛躺好 不管我怎么动你 你都不能动 冯尚书胸前的抓痕 应该就是这么来的 我感谢您的感谢 吹不散 剪不断 没遇见 是对你的想念 月光寒 天色晚 尘世间 冷漫 唯有你身边 拥抱让我眷恋 闭上眼 又相见 在耳边 拂过你的发现 岁月长 情意间 任世间遗憾 唯有你相伴 多远都走不散 你笑 这一秒 借我一生来守候 只为你牵挂着 此生未遗留 人未了 情未了 终于为了你落脚 能借我一生来依靠 远方的 此生的 美好 人未了 情未了 情未了 人未了 情未了 人未了 情未了